大家好,这里是戴士风采 昨天看完奥远的比赛真的蛮感动的 奥远打了一场出色的比赛 真的很精彩 所以小编就想到了 2019年年终赛小戴对上奥远的这场比赛 小戴有两次精彩绝伦的经典好球 真的让人印象深刻 所以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一起回顾这两个惊维天人的好球 赶快一起来看看吧 先看第一球 看到了吗 这球小戴发球 奥远做出了很隐蔽的假动作 放了一个往前小球 几乎快要得分了 但小戴却用迅尼不及而的速度 硬是将这球在很低的位置 勾出了一个往前斜对角 然后直接落地得分 不仅奥远撒住了 就连球评克拉克都被小戴的这球给惊呆了吧 当然现场更是欢声雷动 这球太神了 再来看第二球 所以我没法接受到这球的速度 我必须再看再来看 哈哈哈哈 哦! 再来看一看 哦! 不! 哦! 哦! 再来看一看 哦! 不! 期待不期待 看到了吗? 这球一样是小戴发球 几拍后奥远起挑高球 小戴杀球 但被奥远回荡了一个刁壮位置的往前球 小戴先是大跨步救球 这个救球已经让人惊艳了 但更蠢的是 奥远回推小戴的反手后赏 没想到小戴竟然在球快落地以前 反手抽出了一个强劲的斜线底角球 这球神蠢的地方在于 基本上这个位置的击球 几乎99%会回一个直线或是往前球 奥远的站位也早已经在右侧位置等待 但小戴偏偏就是那例外的1% 小戴这一集真的是惊为天人 真的太神太鬼了 看完这两分钟 是不是让大家看得目瞪口呆呢 我想当今女丹 也只有小戴能打出这样神奇又夸张的惊天一集吧 谢谢你的收看 这里是戴士风采 我们下集影片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